年参的同时一定把防疫也做倒退 所以市场一进来就有消停守护 两体分戴上口罩 口罩没来我们会提供 让消费者都能保有防疫的观念 更重要我们鼓励外贷 鼓励晚货 也希望减少人潮在市场的流动 今天就是春节前最后一个周末了 细致金融市场人潮比平日还要多了许多 不过摊商跟民众都还是有做好戴口罩消毒的工作 就连市场里面的小吃摊商也在桌上摆上了隔板 要来保障大家饮食的防疫安全 而新北市也推出网路商城的平台 鼓励大家利用网购还有外带来减少聚集 不用出门也能够买到新鲜的年货食材